欢迎收看这一期的CCTV空中剧院 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 前不久我们录制的第六届江浙户经典乐剧大展演之一 由宁波小百花乐剧团为大家奉献的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欢迎您的收看 首先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导演 也是今天这出乐剧的导演石玉坤 石老师你好 其实石导导了好多的戏了 像江苏省京剧院的那出著名的骆驼翔子 像还涉足了很多的剧种 像昆曲的公孙子都 还有这个旧风尘 还有这两年的山西禁剧的一个非常棒的女徐生叫谢涛 他演的这个福山进京 这都是石老师导的戏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另一位嘉宾 我的同行来自北京电视台戏曲节目的监制 还有一个业余的身份 是北京青年业余乐剧团的副团长黄进 欢迎黄进 先生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说到这一次的江浙户经典乐剧的展演 应该说这一次搞的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了 对 我们说到今天这个戏叫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黄进是先度为快了 对我确实是很认真的欣赏了一遍 跟我们来说一说对于宁波小百花这样的一个乐剧团 严格的说在上海浙江的众多乐剧团体里 它不是一个特别显眼的剧团 但这个戏我听说让你为之一阵 应该说这出戏的品质是不亚于其他这个顶尖剧团的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他就选择了三个女主人公王熙凤 有二姐和秋童 那么写取了《红楼梦》当中的几个片段吧 组织了这么一个剧本 据说好像是京剧的剧本移植过来的 早年好像京剧是同志林 80年是陈吉丁老师给这个同志林老师的话 专门订作 难怪就是能够感觉到这个戏的剧本啊 根基很好 就尽管是改编有一点点变动 但整个框架结构还是很不错的 大致说一下剧情吧 这个故事是从这个贾连背着王熙凤娶了 游二姐开始 那么王熙凤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是 勃然大怒 渡火中烧 原本是准备要好好的大闹一场的 但是当他冷静一下来之后 他又考虑到游二姐确实身份很特殊 是他轴里游士的妹妹 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威胁到他在这个贾府当中的地位 毕竟他没有儿子 那么婆婆这个行夫人对他也是冷言冷语 对这个事情很有意见的 所以说他冷静下来之后 想到了借刀杀人的三招毒计 第一招先甜言蜜语 把游二姐请到府里姐妹相称 那么第二招呢 缩使这个游二姐的这个未婚夫张华去状告贾府 那么这个事情肯定是要惊动老祖宗的 也就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找了一个很好的油桶 于是他到宁国府 应该说是痛骂了贾真一家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但当贾母出现的时候呢 他又摆出一副善解人意 委屈求全的这种姿态 为自己又赢得了一个很贤良的美名 回去之后 他又开始使出了第三招 按下堕胎药 害死了游二姐府中的这个孩子 那么同时又挑唆这个老爷 刚刚赏给贾连的小妾秋童 去恶言恶语辱骂这个游二姐 那么最终是游二姐在这种被受煎熬 惊吓屈辱 最后是吞金自尽了 我就感觉这出戏到尾声的时候 游二姐是可以谢幕了 但毕竟这出戏名字叫王熙凤 就是让我们感觉作为主人公 她的人物命运还没有结束 感觉到剧中画的是一个逗号 不是句号 你这种感觉太对了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这就是乐剧王熙凤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师老接下来就跟我们说说这个戏的一些情况 这个戏是这样的 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一个接触感 因为当时考虑到准备给宁波打造三部 这个三部对我来说 我是完成一个遗愿 就是陈吉丁老师 当初他要这个王熙凤写完以后 他跟我商量 看完我排的那个大闹宁国府以后 他就说看看咱们是不是搞三部曲 一个就是弄拳铁砍刺 还有一个是王熙凤之死 那么这是对陈吉丁老师故去以后 那么我想完成他的遗愿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京剧呢 排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这个版本很多 除了最早的那就是说首演是我们陈吉丁老师 最近刚刚我们十一频道也放了 就是台湾国光的魏海敏 我觉得《红楼梦》啊 我觉得是乐剧的一个非常擅长的优势的 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戏给乐剧排 可能更能体现出他的那个原汁原味的 那么这次这个戏呢 是宁波呢作为第一部的 那么一个王熙凤的这个三部曲的之一 那么以后呢可能还要把它再继续排下去 我相信听了石岛的介绍 至少广大的乐剧爱好者 喜欢《红楼梦》题材的乐剧爱好者 一定期盼着后两部早日面日 这三出戏要能连在一块儿演可就好看了 可就好看了 对对对 黄景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戏你觉得看点在哪儿 或者说演员的表演都有个什么样的特点 当然嘛你要说看点 肯定还是要首先要看演员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团队当中 演员他毕竟是站在第一排 站在第一排面对观众的 所以说还是要先说说演员 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这出戏当中演员们有很多那个 这个形体表演啊 他突破了戏曲城市化的东西 比如说大闹宁国府那一场 就让我感觉到演员的很多动作是非常贴近生活的 而且贴近人物的 王熙凤还没有出场 这贾真一家子就已经下的这个多多缩缩 欢不择路 甚至就钻到桌子底下了 那么王熙凤上场以后是更夸张的动作 他是揪着贾蓉的耳朵 薅着贾真的薄领子 一会儿是跃到桌上 一会儿又坐在地下 就活脱脱的一个一个泼腹 但是当贾母一出现 他又摆出很宽容很大度的姿态 应该说谢金莲啊 这个铝派花旦 通过这个角色呀 让我对他有了一个一个全新的认识 就很好的刻画了一个公于心计 两面三刀 同时他又是八面玲珑的 一个内心活动很复杂的一个王熙凤 再说金梦超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个演员 但是通过秋童这个角色 我认识了他 一个活脱脱的 一个粗俗势力放荡的这么一个秋童 而且我觉得他有很多身段 虽然夸张 但是也是非常符合人物 比如一上场 我印象很深刻的 一个特别夸张的 大幅度的挽袖子的动作 然而一看 这个丫头就是没有什么教养 很粗俗的一个人 那么同时拜见王熙凤的时候 有一个背身一衣一个动作 有一种一语双关的一个意境 就这个演员你通过这个身段 你能看出他是有潜台词的 他作为小妾 见到王熙凤你是正房 我必须要向你行礼 但我为什么背着身呢 实际上秋童心底里没把王熙凤放了眼里 就这场对手戏很好看 秋童和王熙凤的对手戏 两个人是一收一放 一个是肆无忌惮公开示威 还有一个老摸身算是安藏杀鸡 非常有戏的一场戏 还有陈丽萍吧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把握住了 由二姐他懦弱善良的一面 尤其是最后一场临终一场戏吧 还是配上乐剧特有的肖板 还是能够让观众不由的是心生怜悯的 再有就是必须要说说这个戏的幕后团队 我能感觉到这个幕后团队是非常有实力的 先说舞美和灯光 配合的非常好 就舞美很简约很大方 就是几组透明的强行的景片 前面一道门 很好的勾勒出了一个豪华大气的甲府 那么和灯光非常好的 很默契的配合 他要把舞台分割成了这么几个不同的区域 这样的话就非常灵活 比如第一场一边是贾连和王熙凤 贾连和这个尤二姐新婚燕儿 那边就王熙凤是度火中烧 还有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是这边是囚童在门外高声叫骂 那里面是尤二姐在病榻上已经心力交瘁了 而再往后看 后面一束追光 笼罩着王熙凤 他在那干嘛 坐山观虎斗 这一切都是他部的局 另外就是服装 服装夜级界很有名的兰陵老师设计的 就是他的服装一贯的是兰陵风格 就是能很好的勾勒出这个女性角色的这个曲线美 而且满台应该说是花团紧簇吧 体现出了甲府的这个大气 师导您跟我们再来说一下 听说您导这个戏的时候 也确实引进了京剧的一些技巧和手法 对 就敲弓 是我们应该说是东方芭蕾 这个以前排为三寸金脸 用过就是冯继才的小说改的 那么这次我们把它用在这个《红楼梦》里边 当时刚才这个谁说了 这个这次呢 我们想把它全方位的稍微变一变 想把它弄成金陵文化 江南园林呢 它实际上还有不同的风格 所以在舞美上呢 我们把它弄成金陵文化 那么故事发生地呢 换到了江南去了 这个人物造型呢 一般来说 一想到乐剧的《红楼梦》啊 这些还有人物的基调 那么我们多做了一些改动 多做一些改动 就是这个戏啊 就是不失掉我们原来 就是我们戏剧的本体 同时呢 又有它新的一种时代感 那么还有一种新鲜感 这种新鲜感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乐剧的《红楼》是 已经家喻户晓快日人口 但我们呢 跟蓝灵啊 他们在一块呢 就包括赵国梁 就武美设计和服装设计 我们都想再改一改这种感觉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把敲用上去了 因为明代那时候是有小脚的 这好像乐剧当中 还真是第一次用 第一次用 第一次用 他们练的哇哇大哭 肯定的 你想想这三寸金莲 那穿小鞋啊 应该说在当时练功的时候 都练了 谢金莲是很下苦功夫 因为他没有退路 他没有退路 我说你这样的话 他这人物造型呢 他另外的感觉走出来 那种感觉 那种时代感就不一样 是的 经过两位一介绍 我相信宁波小百花乐剧团 演的这样一出 全新的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这也是乐剧王熙凤 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 值得大家的期待 那这样我们就一块来了解一下 今天晚上出演 乐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 主要演员的介绍 谢金莲 宁波小百花乐剧团 国家一级演员 吕派花旦 浙江省第八届 第十届戏剧节 或优秀表演奖 他在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当中 扮演王熙凤 陈丽萍 宁波小百花乐剧团 国家二级演员 金派花旦 毕业于宁波市文艺进修学校 师承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金采凤 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 获优秀表演奖 他在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当中 扮演游二姐 金梦超 宁波小百花乐剧团 优秀青年演员 富派花旦 毕业于绍兴文艺学校 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 获优秀表演奖 他在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当中 扮演秋童 杨卫文 宁波小百花乐剧团 国家二级演员 引派小生 毕业于宁波市文艺进修学校 浙江省第九届戏剧节 获优秀表演奖 他在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当中 扮演贾连 郑春芬 宁波小百花乐剧团 国家二级演员 张派老生兼老旦 毕业于宁波市文艺进修学校 师承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张贵凤 他在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当中扮演贾母 朋友们刚才呢 我们一块了解了今天晚上出演乐剧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主要演员的介绍 在这段访谈结束前呢 我们要再次感谢这出戏的导演 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石玉坤 谢谢师导 也感谢我的同行黄进精彩的介绍 谢谢黄进 应该说这出戏呢 是以年轻演员为主的 青春靓丽的新编乐剧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空中剧院 一块来欣赏宁波市小百花乐剧团 带给我们的乐剧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带 ¡Ja! 带来了! 曾经规判 路雾为 assistan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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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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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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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